你 硬邦邦 现在这么没规矩了是吧 静平侯府没有门禁 锦出没人管了 将军见谅 事件紧急 什么 什么是这么紧急啊 来来来 证据找到了 此人便是沈渝乡下指昏的王室 哄你个沈渝 可你怎么跟我解释 这回可有好戏看 去看看扇子 好 李姑娘喜欢哪一把呀 不管是哪一把 也都没有沈公子送我的这把好看 没想到李姑娘竟然还随身带着 既然是公子所赠 自然要随身带着 行 沈渝 乡君你别误会啊 这把扇子是昨日宴会上随意所赠 别无他意 谁管你什么扇子 事到如今 还跟我说扇子的事 我看你根本就是个攀龙附凤 薄情寡义的人渣 班乡君此言差矣 你与沈公子现在并未正式成亲 严格说来 你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关系 我收下这个扇子 又有什么问题 你谁啊 这里没一出话的份 吃扇子是送我的 自然与我有关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在吃你的醋吧 笑话 你跟我有什么可比的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李姑娘 李姑娘 是我不好 沈玉 人都给你带来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此人是谁啊 你不认识啊 那我替你好好介绍介绍 这位姑娘姓王 与你是同乡 自小与你相熟 这下 你总该知道她是谁了吧 不是 相究何意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眼前此人我确实是不认识 沈玉 你这个爱千道的负心汉 你赏金赶抗 是谁替你筹的钱 我原本想为你师奉公婆 带你一己荣归 便接我入京 但你可倒好 你高中叹化 却发脸不认人 我 你 你就是个负心汉 沈玉 你个狼心狗肺的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她她她她 她根本就不是王氏 相军 你听我解释 确实是有一个 资助我上京赶考 但是并未婚定的王氏 但那 但那只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我与她并无半分感情 我的心中只有相军你一个人 她就是一个阴谋 公子 你怎能不认我 我 你别甩 沈玉 还敢胡说八道 什么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别恶心我了 班相军 你到底想干吗 你没听到吗 姑娘 你姑娘 她就是个斯文败类 人往高处走 这说明 沈公子上进啊 上进 我看你还真是被她迷了眼了 是吧 人家已经有婚定了 难不成 你还想做小的呀 我哪有 我给你个清醒 你敢 你胆敢当街 侮辱朝廷命官 你是不是就没将皇上 放在眼里 大业出了这么一个败类 今日 我还就替皇上 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人渣 我班府待你不保 借书此一 可你呢 竟敢肆意欺瞒 这一遍 是问问你良心何在 相军 相军 你听我说 你别再打了 咱们有话好好说 事情闹大了 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是吗 我都要看看 是谁还能让我的日子不好过 班相军 你是不是真的发疯了 陈安伯 你还不快阻止相军 这两边是替王氏打 打的就是你这个 忘恩负义的负心汉 你够了 你别打了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忘恩负义 我就是贪通你的美色 我才去提亲的 为什么 因为你除了好看 你什么都没有 对了 你还有钱 你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 俗不可奈 灰烬如土的 母老虎了 什么母老虎 还就是母老虎 你终于敢承认了是吗 对 我还没说完呢 你不但是母老虎 你还可服 你忘了谢启林的眼睛 是怎么下的了 你就是一个 可服的母老虎 今日 今日我就要退婚 今日我就要退婚 我赔 我赔 你敢扎我爹的玉佩 还敢跟我退婚 要说退婚 也应该是本乡君说退婚 你退 你退 沈月 我今日要是不打死你 我就不信奔 别打 别打 救命啊 谋杀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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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谋杀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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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军 文静 你不帮我就算了 还要拦着我收拾这个混蛋 石大人 你来得正好 再晚一点 可就要出人命了 石大人 半乡君当街杀人 快把他抓起来 我 乡君 在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 当街殴打当朝炭花 石大人是要包庇半乡君吗 沈公子所言极是 今日 若不将相军抓起衙门 大业天理何在啊 我大业还有王法吗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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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不行啊 还有脸说啊 没错 相军 此事麻烦 还请跟我回趟衙门为好 我不要 我圣上追究下来 我自然会说清楚 人是我斑化打的 不会让任何人受牵连 众人皆知 今日且应该沈谕骗婚 若要拿人 是否应先拿沈谕 不 薄爷 没错 要做啊就先做不嫌汉 行行行 打得好 看他还敢不敢 屎乱中情 你就是 石大人 今日之事 在下会请皇上圣采 对 仙君 我们走 石大人 这 你就这么让人给走了 这 你看 嗯 你